细血柔情刺骨霜 荆多花圣姊妹情 每年荆多樱花盛开时 家里四姐妹都会一起赏花 后来就固定为一年一度的聚会 他们家以前可是大家族 自打父亲去世 家族就不如从前了 大姐比较守旧 行事举止 那可都是大家闺秀的风范 也严格管理着姐妹们的生活 大家族的规矩可多了 有时候连二姐都觉得大姐管太宽 自打二姐结婚后也就分家了 草归草姐妹情是很深的 三妹与四妹都还没成家 眼下家里最大的事 就是给三妹学子找个如意郎君 学子文静优雅 听话又乖巧 姐姐们说什么是什么 给安排的相亲那是一波接一波 学子虽然话很少 但她想要的其实心里清楚得很 非常挑 四妹妙子与学子截然相反 性格开朗火辣 勇于追求爱情 可却又受制于家族观念的束缚 实在不敢抢在学子姐前面结婚 可学子姐姐都三十多了 还在挑 自己与男友公子哥都等不及了 怎么办 也就只能私奔了 不过两人私奔没能得逞 还被当地的报社给报导了出来 更可气的是 做报社还给弄错了 把四妹妙子的名字写成了三妹学子 学子相亲本来就极为挑剔 这下更是难以嫁出去了 每次相亲都得向南方解释 大姐夫也找过报社编辑 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 作为入罪女婿 大姐夫也很难做 当年入罪过来的时候 这个家族已经快不行了 于是大姐夫就把家族的百年脑殿给卖了 这件事大家至今都耿耿于怀 还说这个家族能撑到现在 可全都是她这个入罪女婿的功劳 二姐夫倒是会察言观色 见到大姐夫正在气头上 于是就把大家都叫到了楼上 当大姐夫面对大姐一个人的时候 大姐夫也就立马道歉服软了 其实啊大姐夫也挺好 就是好面子 也因为这些不愉快 从此三妹与四妹就搬到二姐家住 虽说是搬离了本家去了分家 两姐妹的生活费还是应由本家出 四妹妙子 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有自己的手工不娃娃生意 不过嘛刚起步 手头缺钱 其实父亲有为她留下一笔钱 可大姐就是不愿拿出这笔钱 非得等妙子结婚时才给她 可这三姐学子都还没结婚呢 男友公子哥倒是积极 直接跑到二姐这里来提亲 这个公子哥可是游手好闲 非常败家 经济上早就已经入不敷出 现在就连买包烟都缺钱 自打上次与妙子私奔后回来 妙子对她的感情早就淡了 妙子现在喜欢上了摄影师 这段时间两人都在为布娃娃拍展览照 摄影师虽然家境不好 但她是肯干 言语之间总是彬彬有礼 可姐姐们却说摄影师出身太低 公子哥怎么说也是大家族出身 妙子又怎么可能被家族所裹挟呢 三位学子就不一样了 不是在相亲 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可这相亲对象的质量是越来越差 今天这位男士42岁 妻子去世了 这个人简直直难得可怕 从事鲶鱼方面的研究 张口闭口都是鲶鱼的专业知识 还带了各种证书证明一大堆 甚至连前妻的死亡证明都带来 前妻是因为流行性感冒去世 所以她连孩子的无传染证明都带来了 这就连南方的舅舅都无比尴尬 学子小姐的相亲怎么样了 唉 姐姐说 要是嫁给那样的男人 在家的地位怕是还没年余搞 这么奇葩的相亲对象 而姐夫也去找了没人吐槽 这个相亲对象啊 真差点意思 作为姐夫 我当然也希望妹妹们早点找到自己的幸福 可作为上美女婿 有些话又不方便说 有时候也希望有人能听听我的老嫂 有我在听 二姐夫这个人吧 很随和 都快成女人们的男闺蜜了 一次出门的时候 还给学子系腰带 这可把二姐给气死了 还以为这家伙与学子是不是有一腿 其实二姐夫与学子互相欣赏 应该说他们的性格很契合 有时候二姐夫就会呆呆地看着学子 学子也是一个喜欢欣赏的人 在相亲路上碰到一个小伙 正坐对面 他就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 把小伙子都看得不好意思 这次相亲对象很绅士 也是早年丧偶 女儿都上学了 学子与他的女儿也相处融洽 不过嘛 学子还是拒绝了这门亲事 这都多少次了 二姐也很无奈啊 四妹妙子的感情也不顺 摄影师男友突然病倒 在见过妙子一面之后就去世了 人啊真是有时候说美就美 至于前男友公子哥更扯淡 还偷自己家的东西被赶了出来 现在与家里都断绝了联系 妙子伤心的一个人去了酒吧 酒吧的酒保阳光帅气又温柔 与妙子两个人都有点意思 大姐夫最近升职为行长 不过嘛 要调去东京工作 这么一来 这个家族岂不是要搬去东京 要是本家都搬走 这还是家族嘛 大姐那是一百个不愿意啊 本家要去东京 妙子和学子怎么办 学子还是跟随本家 言听计从 妙子可受够了大家族的条条框框 自由自在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直接就与家族决裂走人了 学子嘛继续相亲 这次相亲对象不错呀 名门大家族出身 年龄相当举止端庄 看学子盯人家的眼神 那基本稳了 婚姻嘛 慢慢走 慢慢看 总能幸福 接下来就是准备婚礼的事了 某一天 公子哥与二姐夫单独会面 公子哥已经彻底废了 他说自己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妙子 还说以前在妙子身上花了很多钱 现在的公子哥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威胁二姐夫 就是要钱 不给的话就把他与妙子私奔之事公之于众 二姐夫倒也爽快 拿钱消灾 为了四妹妙子的名声 这点钱算什么 当姐夫的自然要护着妹妹 这点做的倒是比大姐夫强不少 当姐妹们再次去本家的时候 变了 大姐完全变了一个人 决定要跟着大姐夫搬去东京 其实啊 你姐夫也挺不容易的 有时候啊 我确实太过于守旧 太过于留念以前的家族往事 不知不觉中都快成了老古董 也应该多替你姐夫想一想 也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大姐要搬走了 雪子的婚事就托付给二姐了 听雪子说起这个男人就滔滔不绝 看来这个男人啊 是入雪子眼了 二姐也去镇上找到了庙子 现在她与九宝已经同居 九宝是个踏实稳重的人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幸福 以前的公子哥摄影师 我与他们在一起 多少是有点想引起姐姐们的注意 以前我总认为姐姐们只关心雪子 还有啊 父亲给我留下的那笔钱 现在我也不打算要了 因为九宝她不喜欢 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 大姐一家要去东京 明早就出发 二姐直说就不去车站送别了 姐妹们几个到时候哭出来 不难为情 别了妹妹们 别了大阪 抱歉 今年咱们不能一起赏花了 你们有空也记得来东京玩 还有啊 雪子的婚事就交给你们了 大姐走后 二姐好像越来越像大姐 慢慢的也成了家里管事的 四妹与九宝在一起 也少了棱角与泼辣 倒是多了几分柔情与乖巧 还真有点雪子的样子 转眼间雪子也要出嫁了 这个男人很好很爱他 他也很喜欢 两人结婚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最好是像二姐与二姐夫那样的幸福 谁也没想到啊 雪子嫁人 这最伤心的人居然是二姐夫 我那心爱的雪子妹妹啊 终于嫁出去了 还真是舍不得 我那心爱的雪子也要出嫁了 我那心爱的雪子也要出嫁了